谈谈游戏 说说道 赶紧跟我抱一抱 大家好 我是二老 好 今天我们最后一期魔神英雄传 好 上一期呢 我们已经让这个海之塔升上来了 接下来就可以进去了 好 这里呢 我们往上走 这座塔呢 是红色的 进来以后呢 我们发现这座塔叫做火龙之塔 并不是叫做海之塔 实际上这座塔的最上面呢 是有一只火龙在把守着 那么挖踏路呢 他就是被关在这里的四层 这个游戏的迷宫呢 都是设计的非常长的 而且呢 遇怪率特别高 通常爬这种塔呢 都是要打很多的小怪的 游戏里面的小怪呢 其实比boss还要难打 前面呢 我已经提醒过了 其实小怪的是可以不用打的 就算你不关这个玉怪都没关系 因为有逃跑魔法 那当然会有一些同学想玩这个原汁原味的游戏了 那么你就慢慢量级吧 慢慢打小怪咯 我是没这个兴趣了 我都是直奔主题 就像我玩这个尾形商一样 我是没有办法一定要打这个过程 其实呢 我是最想玩最后的那部分 但没有办法 游戏了又不能开这个金手指 直接到达最后面 所以比较心急的同学的 可以试一下玩这个人工少女 这个体验呢 会比这个尾形商的要好一些 这里已经蛇远了 现在呢 我们已经来到了火龙之塔的四楼 这边呢 就会遇到这条火龙了 火龙旁边呢 有一个小人 那个就是瓦塔路 他现在被关在一个瓶子里面 好 这里呢 我们首先用这个力量魔法提升一下我们的物理攻击力 然后呢 这一次呢 我们就不用魔法了 直接用物理攻击打 那么打法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像我这样打 下来一刀 然后跳起来一刀 每一轮扛两刀之后就去躲避火龙的这个火焰 这边呢 直接升了两级 这样的话呢 就救出了瓦塔路了 那么瓦塔路被关在了这个花瓶里面 由于这个盗古达在这个花瓶上面施加了魔法 我们现在呢 没有办法把这个瓦塔路放出来 所以我们只能暂时带着这个花瓶离开 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封印解开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去哪里呢 接下来这里呢 我不知道游戏里面有没有什么提示 反正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这个第三个区域 那么第三个区域呢 其实有一个地方呢 我们之前呢 是没有去过的 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那里了 不过在此之前呢 我们需要量一下集 首先呢 来这个商店里买这个元气草 那么能买多少呢 就买多少 买到满为止 然后我们选择卖这个商品 在这个商品的最底下呢 会发现有一个R的物品 这个R的物品呢 虽然想是卖是两块钱 实际上你卖掉之后呢 会得到2500块钱 哎 这个是一个bug 这个bug呢 需要我们这个物品拿呢 达到十几吧 反正达到一个数量了 就可以出现这种bug的物品了 然后呢 就可以用这个bug无限刷钱 当然这里呢 我不会刷那么多 刷2万就够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找一间睡觉比较便宜的旅馆 当人物睡醒之后呢 会得到一点经验 这个就是上一期拿到这个睡眠学习机的作用 哎 那么接下来 你们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没错 就是不停的睡觉 那么虽然是几点或者十几点的经验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游戏的速度加快的话呢 不需要多少时间 几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等级亮上去 利用这个模拟器 我们毫不费劲的一会时间呢 就亮到了14级 其实呢 不需要亮太多 这个等级或者说13级都可以打通关了 这里呢 我们睡了那么多觉 当然是需要花很多的钱了 所以刷墙的bug呢 就用得上了 那么这里呢 我在出发之前呢 再刷了一下钱 大概带3万块钱就可以离开了 这个墙呢 是给到最后一个区域更换装备用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返回这个第三个世界 我们现在去一个之前没去过的地方 那里呢 其实前面也可以过去 只不过呢 那里的小怪呢 非常的厉害 一般来说 一开始的是没办法去那边的 可能有些同学在早期去那边去量级 但是那里的小怪很厉害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SL的话呢 我相信很难打死一只小怪的 好 之前呢 我们在这个地道里面拿到过这个转移魔法的 这个右边呢 没有去 这边呢 还有一个地道 好 这个人呢 不需要管他 我们直接走 好 这里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踩一下地上的小洞 这样的话呢 就会出现一条冰桥 好 然后过去看看有什么东西 好 这里有一座塔 那这个应该是塔来的 因为这里写的最终之塔 但是外形的更像一座城堡 进塔之后 先到右边来 这里呢 有一个装备 王子之盾 我们前面没有买过任何盾牌的这个装备 现在就可以用得上了 也不需要特意去买 好 接下来呢 就可以爬塔了 那么这座塔的最上方有什么呢 上面呢 有下一架的魔神 那么找到所有的魔神以后呢 就可以到最后的一个区域了 4米醇 5米醋 5米醇 5米1 2 3 1 好 来到这个地方呢 地面上有一些潦草的字 他写着一些提示 其实这里前面呢 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地方 这里呢 每走一个都会遇到怪物 那么这些呢 就是一些很低级的怪物 随便打一下就行了 但是呢 这里每一个都有怪物 所以这边非常的磨叽 所以这里呢 我们展示一两遍就可以加速了 好 终于穿过了这个场景 但是这边呢 还有 那么穿过来这边 以后呢 这里出现的怪物呢 会有一些变化 变成了别的东西 然后这里的话呢 我们需要用两刀 如果这里没有打死这个怪物的话呢 可以用一个火样魔法来补刀 我这个攻击力刚好差一点 它这个东西呢 有一些随机性 所以呢 有些时候呢 会卡不死它 然后终于过来了 这里花了不少时间 然后这里吃一个红药 恢复一下这个魔法 因为刚才一百多的魔法值得不足以干掉这里的boss 刚刚好少了一点点的 所以没有办法了 只能吃一个药了 反正这个红药呢 到后面其实呢 用不完的 我当时录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这个红药到底需要多少 所以呢 我尽量都是留着 没想到了 这个红药还是比较多的 我用担心不够的问题 好 这里呢 上到了四层 boss呢 就在前面 这个boss呢 其实可以不用打的 你可以穿过去 但是呢 我不能不打 我还是要打他一下的 然后这个boss呢 我记得应该用物理攻击不太好打 他的行为呢 比较随机 所以呢 这里呢 我还是想用这种稳妥的方法 用这个火样风暴 虽然对这个boss的伤害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呢 比较稳妥 boss根本进不了我的身 直接把它放到死为止了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注意到 我放这个魔法的时候都是背向的boss的 其实呢 是有原因的 背向boss的这个火样呢 跟踪boss的这个时间呢 会更短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是跟这个火样的寻道有关 好 前面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架魔神 这个是空神王 哎 这一架就是我上一期说 在动漫里面有一只鸟的吧 这个就是他的魔神了 我记得后来这个空神王可以跟这个龙神王合体的 那么在游戏里面能不能合体呢 其实也算是可以合体吧 因为最后了 我们会见这个灵谷斯 他会把我们之前拿到的那些魔神全部合体 得到一个终极的魔神 然后睡完觉我们就可以出发到最后一个区域了 好 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第六个区域 那么第七个区域的入口呢 在这里的右边这里的有一个山洞 山洞里面呢 就是有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位祥者 他已经在这里等我们了 好 祥者灵谷斯已经在等我们了 跟他对话 然后接下来的他会把之前我们拿到的所有的魔神呢 都会合体啊 变成了最后的机体 这架魔神的名字有点难读啊 我就不读了 免得被人吐槽 好 现在呢 我们进入了第七个区域 这里叫做塔伯德沙麦 这个区域有点大 我们需要先搜刮一下 这边呢 可能需要飞点劲了 好 左边看到了几个蒙古包 等一下我们回来再去 先到这边去拿几个宝箱吧 进来以后呢 你会发现这条村的样子呢 跟游戏第一条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这种蒙古包什么的 这边呢 我们可以卖一点垃圾 东西太多了 塞不清理了 等一下那些宝箱就拿不了了 这里很多元气草 之前刷这个墙的时候啊 没有卖掉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换一下装备了 这里买到了一把亚瑟神价 然后呢 还有一个神之盾 都挺贵的 虽然这里是最后一条村庄 我们可以买到的最强武器 就这一把了 然而呢 这把武器呢 并不是游戏里面最强的武器 游戏最强的武器呢 据说应该是打小怪刷出来的 但是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小怪关掉了 所以什么最强套装呢 我肯定是拿不了的 而且呢 确实没有必要去刷这个东西 现在完全是够实力去通关的 然后现在走第七个区域的左边 那么这边呢 可以看到很多的铁道 等一下的我们就可以做这个铁道了 然后这边看到上面呢 有一个保鲜 这个先不拿 我们先往上走 那个呢 是等一下进入山洞里面再拿的 然后进来山洞里面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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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把这个保鲜拿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坐这个矿车了 然后这边呢 出现了分支路线 那么上面呢是没有矿车的 所以只能往右边走 其实上面那条道呢 是等一下要一圈之后呢 有可能来到那个地方 所以这里呢 其实前面呢 是有分支路线的 那么为了拿到所有的保鲜的话呢 我们可能需要走一些重复的路 然后这里直接往上走 不要下楼梯 等一下我们要一圈回来之后再下 然后接下来这边呢 会有一些分支路线 我们选择走左边 下面的话呢 是往回要的 然后这里又有分支 还是一样 直接往左边走 下面一条道呢 是往回要的 以后你走错了 又得要一圈回来的 你们可以看到了 现在我们已经要了一圈回来了 那么接下来走第二遍 就可以下刚才那条楼梯了 可能有同学有疑问了 刚才要一圈的时候 发现路上有一个保鲜没有拿 其实那个保鲜呢 我们暂时的是拿不了的 你在上面怎么样 都拿不到那个保鲜的 不要浪费时间了 然后接下来这里呢 是地下宫殿 这里呢 就是连接的最终boss的一个迷宫 不过这边呢 是去不到最终boss那边的 我们来此的目的是要找一条楼梯 这个是关键的道具 然后这里的左边呢 应该就是去最终boss的那个位置的 不过呢 中间呢有石头 这块石头呢 用这个力量魔法呢是推不动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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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走了这么久 终于看到疑似正确的道路了 这条楼梯的被两块石头锁住了 这个石头推不动 我们先过来这边 这里呢 我们又遇到了这个祥者 领古斯 领古斯说 他后面的那块大石头了 现在打不碎 那么怎么办呢 他需要我们去找一本魔法书 他让我们从南边的那条楼梯离开 他已经把这个石头推开了 就是刚才我们路过的那个地方 不过呢 其实的不需要去那里 我们可以直接跳出这个迷宫 如果你走那边的话呢 就会回到第六个区域 你们还记得第六个区域那家旅馆吗 旁边不是有一条铁道的吗 我们会到达那里的 然后这里再说一下 刚才建这个领古斯的时候呢 那么在领走前呢 他给了我们一条神奇的楼梯 这个才是关键的道具 然后这边呢 还有几个宝箱 拿了就可以走了 出来以后呢 我们转移一下 这样就可以返回第七个区域这条村了 不用到这个第六个区域 好 这边呢 我们再睡一个觉 马上就去打这个最终boss了 然后出来以后呢 我们需要找一个可以使用这条神奇楼梯的地方 然后这里往上走 之前呢 我们是往左边去的 然后这边呢 路比较复杂 这里呢 有两条路 左边我忘了能不能去 好像可以去的 总之我这里走右边了 右边应该是比较近一些的 右边不停 这个好 います 即使 终于到达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很明显的是可以让这个楼梯使用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上去了 上面呢 有一个宫殿 这个宫殿像这种希腊风格的神庙 然后进来以后呢 往下走 不要下这个楼梯 这边呢 有一本魔法书 雷迷魔法书 这个就是闪电魔法的一个升级版 那么有了这个雷迷魔法了 就可以劈开刚才那个大石头了 然后从这里下来呢 又会回到之前我们的那个迷宫 没错 这里呢 是跟刚才那里是同一个迷宫 他们是相良的 好 见到这块大肥皂了 把它劈掉 就可以下去了 下面就是游戏的最终迷宫 好 这边我们把这个MP补马 好 接下来再走完这个最终迷宫了 就可以遇到这个最终boss了 最终boss是谁呢 这个还用说吗 肯定就是盗古达了 哎 我在这里已经把这个盗古达消灭了 后面 他路还需要去解放这个创业杀了嘛 当然剧情的安排这个盗古达了 不会死在这里 他会逃跑 好 看到这种场景很迷晓的 前面就是最终boss了 那么这个就是盗古达了 那么想把这个挖他路复原的话呢 得需要上面的那个祭堂 然后最终boss怎么打呢 我们首先使用4次力量魔法 这个力量呢 是可以无限提升的 所以呢 这边呢 你有多少的魔法都可以用 不过其实没有必要 你有时间使用这个魔法都可以把它砍死了 好 一顿乱砍了 就可以把这个boss砍掉了 这个boss呢 其实他的水积性还是挺高的 我们的血并不多 所以还是得小心一下 然后这个盗古达淘宝了 我们把这个挖他路的那个花瓶放上这个祭堂 就可以把它放出来 游戏到了最后 我们还没有看到龙神王的绝招 灯龙降呢 去哪里了呢 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呢 有点遗憾 然后不管怎么样 游戏已经通关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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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